VBA部分,VBA裡面的話,我們大概也是一個按鈕,那我們也許丟公式好了,把公式清楚也許不用重寫 你就是直接怎麼樣,丟公式到這兩個欄位,怎麼寫一樣嗎?先告訴他什麼?一個回圈範圍,所以 切到我們的那個什麼,Visual Basic,然後做什麼呢?你可以乾脆 名稱的話叫什麼?產生驅入底線公式好了,用公式丟,那你可以先另外產生一個模組,把它分開來,因為他原來錄製是在module1,你可以把它寫在module2,然後名稱的話呢叫什麼?叫做sub好了,也許你當然可以插入那個 插入程序喔 插入程序好了,我們用插入程序,然後給他一個底線公式,OK,名稱不要一樣 那一個sub,產生區跟路的底線公式,OK,然後接下來做什麼呢? 跟之前一樣,我們按一個TAB鍵,for 打一個for回圈,因為我要從forI 等於什麼,第二列到 最下面列 之前有講過吧,向下追蹤 這個有講過嗎? range 從A1,向下追蹤 點END 向下追蹤是xldown,OK 然後後括弧 點弱 取得哪一列,OK 但如果你這個數字,這個是向下追蹤,就有點像 如果要放A1,ctrl向下 他回來會是 2431 的這個列號,幫我回來 那他的好處就是不用自己去算 而且不是固定,將來如果資料多跟少,會增減的話,他會自動追蹤 不然的話,你自己打2431也可以啦 這邊打2431 2431 不過這樣就固定了 剛剛那個方法就是什麼 從A1向下追蹤 到的列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NAS就是 下一個下一個 那我們做什麼呢 幫我輸出公式 到處存格 哪幾個呢 哪兩個 我們看一下 應該是 那個F跟Q 對不對 所以F 藍 跟G藍 那敘述方法的話,你可以打 打一個 Sales 按個TAB鍵 打一個Sales 哪一藍呢 第I列的 F藍 等於什麼,先打雙引號 Enter一下 然後這個複製一下 把它複製到底下 這邊改成G就可以了 後面的話呢,就把公式 放到這兩個裡面 那也跟我們之前講過一樣嘛,你可以拿這邊 這邊沒有 這邊先產生一下 這個 公式複製取消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然後呢,把裡面有雙引號變 變成兩個雙引號,不過這個剛好沒有雙引號 裡面公式沒有 還要把列號改成I 把2怎麼樣呢,改成 雙引號,雙引號移到中間 endend再移到中間 這個前面有講過 把2改成列號 OK 那這樣子如果說你去執行它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如果像剛剛這個地方 如果執行這邊呢 他這個區就自動跑完了 有沒有 那這邊怎麼辦呢,一樣 就把公式貼過來 那那個公式在哪裡 這邊有 但是特別注意,這個這麼一長串 怎麼辦呢,沒有關係 C 感受C 但是記得,因為裡面有雙引號 我講過雙引號做什麼 你要先用記事本 所以我們一樣開個記事本 把它取代成 這邊有沒有取代 我們用那個 記事本 貼過來 然後利用編輯取代 取代的話呢,把那個什麼呢 把一個雙引號變兩個雙引號 全部取代 那再來的話呢,把它全部 選取起來 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 這個後面喔 不過會很長一串喔 貼上 那裡面的話喔 一樣的道理啦 裡面這個列有沒有 這個列 只要是2啊 其實都要變成I啦 那做的方法 就跟剛剛一樣 雙引號雙引號中間 end 好多個喔 這個可能要貼很久 所以喔 最簡單的方法是拿這個 這個本來是2嘛 那改的方法跟這個一樣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 改完之後的 複製 貼到 有沒有 2的2嘛 把它 貼上蓋過就好了 一個 這邊看到只要是12 貼上兩個 不過喔 可能會比較耗工喔 但是其實你只要做對喔 應該就不會有錯誤啦 應該就OK 反正12看到12就把它貼上 或甚至你可以怎麼樣 直接在那個什麼 在記事本裡面 裡面一樣用取代的 把那個2 不過怕會有 裡面如果其他的2當然會有會有那個取代錯誤的問題啦 不過 如果不多的話你就反正一個一個把它貼上 只要不要錯 不過這個真的很容易做錯 而且能會少做一個 這個 不過蠻多個喔 最後應該就final 沒有 好 還有沒有 漏網之餘呢 如果沒有的話呢 那應該就OK了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 最後呢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把它執行 先把它清除掉 這個按鈕就把它改一下 重新指定一下 這個應該 這個應該VBA這邊的 把這個按鈕改成什麼 改成公式的 這一個 然後最後的話呢 跑一次應該就OK了 這個 貼 好 試一下清楚嘛 清楚可以不用重寫 但是這個的話呢 有沒有發現 它就全部都OK了 也就把剛剛的公式呢 再把它丟到這邊來 城市部分的話呢 我待會一樣會把這個城市呢 複製之後 貼到雲端上面去 所以你們也許啦 如果 假設會有問題的話 在這邊 參考一下 不過 蠻長一串的 再來就是聚齊跟VBA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主要就是說明 其中報告的形式 跟那個 就是那個 練習的內容 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有多講一個 那個台北市的那個 從資料大平台裡面 找 住宅切到 點位資訊的 利用函數 聚齊跟VBA 請各位試一下